国立民众投入志工行列 中华民国志工总会这一天 举办第24届模范志愿服务家庭表扬大会 从100多个家庭当中 选出了20个模范志愿服务家庭来接受表扬 而平均服务时数都来到了18000个小时 中华民国志工总会表示 感谢他们长年来的付出 填补了政府社会工作的缺口 我们第一位获奖人 是来自我们金门县的陈金福 在这热情掌声 从中华民国志工总会理事长和台中市社会局长手中 接下奖牌 他们都是第24届获选的模范志愿服务家庭 这天颁奖典礼共有20个家庭接受表扬 平均服务时数来到18000个小时 合了所有的服务时数 还有服务成员 以及服务事迹的各项表现 在很谨慎很务实 而且很公正的基础上 为我们决选出了 本届有20个得奖的家庭 在家庭人数等等这些计算 我们有跟过去一个比较大的一些不同 那我们今年 我们就有一些 这个参加的家庭 就比过去少了一点 中华民国志工总会表示 模范志愿服务志工 填补政府社会服务的缺口是国家安定的力量 这一次表扬的20个模范志愿服务家庭 平均服务时数来到18000个小时 其中三位终身奉献奖得主平均84岁 服务时数更来到3万个小时相当不简单 台中市的志工的人数 最近要突破13万人 那我们一直来传递各样的幸福 我们也希望跟来自各地的志工好朋友 不断的交流 不断的切磋 在我们中华民国志工总会的带领之下 共同的让我们台湾继续 按我们蔡理事长当年努力的 继续能够很祥和 中华民国志工总会强调 一人志工全家志工 有这群模范志愿服务志工家庭默默付出 才能够让台湾社会更安定 希望借着表扬鼓励更多民众 投入志工服务行列 记者李静阳台中采访报导